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砌抗易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哎呀,我 今早就看到很多BNO客在這裡好哭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在英國過的Easter復活節 當然啦,大馬Sir,你們國家禁就沒有這個節日假期了 因為宗教問題 不怕跟你說,他們很多人說 我可以去瑞士,可以去西班牙,可以去法國 對不起,我看到有些人說 哎呀,完全取消了 為什麼呢? 哈哈,原來呢 喂,我們做他們的機場都做了很多節 喂,一點改善都沒有 我們做機場起碼做了五、六節 估不到呢 今次 英國機場又是大故障 除了故障之外呢 還有 四個字 人手短缺 這個上次是一向的啦 上次 但是我們節目,我記得以前和家產做節目的時候已經是做過兩三幕了 想不到現在 更糟糕了,因為脫鉤了 那 今次航班大取消就令BNO狂慘了 就是想著英國第一次過節,過復活節 那就沒有了 因為大規模的航班取消,而且不是一間半間航空公司 是多家航空公司出現大規模的航班取消 背後的一系列原因 第一,人手短缺 第二 系統故障 好心理啦 搞了那麼久 當然,那些 BNO狂,好像陶傑,陶傑,不是BNO狂,對不起,他真的有BC 英國做事很嚴謹 沒有啊,不是啊 七角那麼亂 那些行李 那些行李對到山仔那麼高 好,我們安檢的時候不是有一個 沒有一個行李,是不是 那些行李,別人是否放在桌子上 他們搭了七層在桌子上 嘩,真糟糕 所以這些原因,令到復活節的假期很多人要取消 包括一班新來的BNO狂 被罵得最厲害的就是 香港人 四大落腳地之一 曼徹斯特曼城機場 不少旅客 開始呢 都是取消航班或者是 延後他啦 改籤啦 不然呢,不能去 以防萬一 兩個星期 以來呢,其實 都是很差啊 好像 他們就訪問了當地 人 叫阿先生 他就說 我決定 改籤 而且 跟公司說 假期又變更 因為他請了假 事實上 小孩子 都是 他說要請假去旅遊 因為這樣根本去不了 浪費了假期 他告訴貝貝斯 今年 二月飛西巴牙的時候 已經安檢要一個多兩個小時 現在 還要四個小時 嘩 另外一名 乘客就告訴貝貝斯 哎 其實周末的時候已經是 混亂不堪 不過我們沒有報 等待我們再說 周末的時候 他就決定 從利物浦飛 但是呢 現在都不行了 與此同時,百名漢機場 亦都成為了曼城機場和希斯路機場 之後 第三個 被人罵得最多的英國機場 由於人手不足 但是這些東西是預見到的 現在這個復活節假期的高峰期 你自己預知到的 不是說英國管治 最厲害的跟你說 劉細良說 管治香港人可能 嘩嘩嘩嘩嘩 你這麼直接 雖然這是事實 由於人手不足 所以這個機場 已經是出發時 已經是排了 2公斤 那麼長? 唉,有些人就排不定了 要走就走了,回家了 唉 那真是沒辦法 但是有些人 一卡在中間又不想走 所以又回不了 另外 有位乘客 叫做Darren 他就告訴悲悲思 為了以防萬一 我已經 提前3個小時到機場了 可惜 現在都見不到龍尾 只是安檢 最少是3-4個小時 怎行 另外一名 到達的乘客 就說 由於地勤不夠 他們 在飛機上焗了整個小時才下來了 嘩 幸好有冷氣 但是都是密閉空間不舒服 另外白鳴漢機場 並不是傳統以上 很多人的機場 但是 亦有人說 白鳴漢機場發生了什麼事 一條 長龍 貪吃蛇 亦有人說 有人受傷 因為 想不到 這個文明的英國人 都會推推 仰仰 一推的時候 受傷 大家趕著 就見紅了 但是不是動手 是 撲傷 除了機場 叫做 人太多 航空公司 亦都是 大規模取消航班 張慶聰聰 的乘客 殺過措手不及 我看到Biannoga就說 想著第一年來跟女兒過去玩的 真是令人失望 這裏究竟是不是英國來的 是的那裏真的是英國來的 你很實在地感受到真英國 當然英國 也不是經常減的 不過 都是那句 你應該有些是 預期到的 是不是 即是高峰期 當然 肯定多人 但是 是 多得罪 或是 太可怕了 好像 一間 不知大賣有沒有 Easyjack 念航 來的 昨天取消了62班航班 雖然 跟這間公司 常規的航班的數目 也不算多 但六十多班航班都足夠令到一班乘客 去鼓掃 那麼 這個BA 一般來說 用得一個國家的名字的航空公司 都應該顧一下國家的 名聲 聲譽 但是這個BA英航 又是他們 又是他們 記不記得上次外判 給公司做的系統 是 系統壞了 又壞了 當時就好像 我目憑記憶說 好像判了給引渡公司做的 現在還是那間公司 還是太過便宜的話 外判也是有問題 英航取消了 115班航班就被取消 那些真是馬聲四喜 你要記住 是BH Airways 即這個 英航是代表英國的 你整天這樣 相當難看的 你起司路機場整天出事的話 不是應該 是要檢討的嗎 另外其他航空公司 最少每間航空公司平均 有10班航班取消的消息 一日之內 原因是什麼 等你說 新冠是沒有問題 原因就是 員工 中了新冠 沒辦法去服務 所以我們之前有一節 說那些工商業人士 就說 約翰遜說謊 其實 當然有些人就不理會這些事情上班 但是 更加多人 是不可以上班 他們都知道不應該這樣做的 因為令到別人糟糕的 是這些責任來的 所以 你每天 那麼高的時候 就是這個 確診數那麼高的時候 總或多或少都是一些地勤 或者是 航空公司人員 你說如果幫他做 系統那些 就可能用電腦做 目前英國幾乎是移除了 所有涉及新冠的管制 那就意味著 即使你是洋 都是不必要隔離的 不過 當然 那些航空公司怕出事 如果你中了的話 怕 乘客去燒他 即是 告他 所以 他們就要求公司 如果陽性員工再加隔離 這樣其實是負責任的 這是對的 你也知道 如果一個乘客 一大堆一起來告你 你真的是 不得了 如果有些人是免疫力低限 或避免了 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就糟糕了 從某程度上 現在 的確是對 員工的 出勤率 是帶來巨大的衝擊 所以 事情就很狼狽 但是 這些事情從來 若翰遜都沒有提過一句 有沒有發覺 一句都不提過 每一次都是 就算那些交通大臣 都是很少提 當然 要暗 暗中去做事 可能他也有 了解一下 不過 要恢復真真正正的 航班正常都要一段長時間 因為你始終英國 你拔掉全部的 新冠措施 但是你拔掉之後 那些人 就糟糕了 甚至是這樣 有些很搞笑 有些媒體還發現 英航似乎 是為了鼓勵大家不要出行 大幅提高了機票價格 這個 有機會但是我覺得 可能是有貴 有些人看到 單價已經 比之前的 貴很多 比喻 最搞笑 國內的機票 如果你在 Domastic 由倫敦飛到 紐卡數最低票價 是316磅 哈哈哈 另外 跨境公路 港口 還有部分 歐洲之星的 列車 亦都被人 射 又是這樣 所以你說新冠無影響 當然有 人不夠 你當他沒有東西是不行的 因為始終 中了的話 很多公司 都是害怕的 如果 你看不到 有什麼事 但是 那些乘客有事 你就很嚴重的 航班取消退款的政策 其實我們看到 現在 是有一樣的 就是 這些乘客 有些B&Oga 說要有額外的賠款 其實是可以的 有可能是可以的 另外 還有 航班大面積的取消風波當中 由於大部分的航班和預定 起飛前 是不到7天取消 所以 所有航空公司是有義務 告訴乘客 以及要退款的 或者安排其他航空機 另外我們看到英國消費者 信息 網站 的 主管 叫Bolin 他就說 現在大量取消航班 其實 如果一個 叫做 平均票價來計 每個乘客最少是 可以獲得 220磅的賠償話 英航行不行嗎 每個乘客有這麼多人 是的 由於 現在這些航班 是 現場 他們也是要 額外 現場 排隊 排隊 或者上不了機 住宿那些地方怎麼辦 而且 有些人登登下 又是不舒服的 你要小心點 有什麼 有什麼的話 你又是揹飛的 你說回 剛才 說 除了曼城 還有 希斯路 還有白鳴漢機場 其實 還有 利物浦機場 其實上星期開始 曼城機場已經開始嚴重了 雖然 雖然復活節還有一段時間 週多 一個星期 但是英國人 心已經飛到九燒雲外 尤其是B&Loga第一次在歐洲復活節 英國當然是移除大部分的 疫情管控 可以自我飛 陪你飛 結果不會 希斯路機場 上星期已經開始了 希斯路機場 曼城機場 已經是大延遲 即是延遲 另外 多佛港的高速公路大塞車 令出行的英國人 是十分不開心的 加上天氣又冷 不少的 有些人到假的人 都是身心俱備的 不如走吧 不要去 有試過一次旅遊很累嗎? 通常去的時候很興奮 不會累的 回來就糟糕了 回來才累的 你現在去都累了 有沒有人 在家休息 很可惜 沒有辦法 希斯路機場 由上星期開始 已經發生大面積的 5.5班 入境旅客和出境旅客都受到影響 而導致這次最大的理由 又是人手不足 但是昨天更加 除了人手不足之外 還有 系統事故 人手不足就是長期問題 系統事故就是偶發 所以昨天那麼嚴重 好像希斯路機場 現在最少 最少是需要 12000名工作人員 才可以應付星期 五、六的 五、六的 真的有很多人 你想想 等於安檢 等於安檢 他是不是有桌子 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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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了六、七層 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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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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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載能力完全不足 長長的隊伍 大家都是 火舞三隻 霧煙 好熱 因為燥 如果你從希斯路機場出發 一定要預留起碼六個小時 那麼久? 排隊排四個小時 沒錯 排隊排四個小時是什麼錯? 對 有人也說 我坐在飛機上等了三十多分鐘 即是到了 為什麼不讓人下飛機 不用擔心 剛才我們說過 曼城你等了一個小時 你才有三十分鐘 你下飛機你還那麼猛? 對呀 因為差不多到家了 以為沒事了 由於 這個 物流也有問題 因為新冠 另外 也有人 等行李這條 傳送帶 是兩個小時都沒有自己的 飛機下來的行李 也是等 整個飛機的人 在飛機上已經等了很久 之後下來又要等 又要等 是的 唉 其實比希斯路機場更加大 麻煩的是曼城機場 現場有人 馬上打電話給這個 這個 叫做 收音機 就說 我們已經逼到一個危險的程度 曼智斯特 真是很危險 亦都說曼城機場的管理層 你 F 都 不要面 這樣 都不找人來解決 今天很危險 你們如果再不做些事 隨時會搞出人命的 因為真的很多人 而且我覺得最慘就是 那些 給你一個盤 那些工作人員的壓力很大 那些工作人員 因為你面對那麼多人在鼓吵 是吧 嗯 更加有人說 麻煩 救一下曼城機場 我已經很擔心了 那些 最搞笑的 是那些 行李 那些行李 你的道具 很難找回自己的行李 傳送帶上面的箱 都滿得 好像水 一出來 跌在地上 太滿了 沒有佔到位置的人 不遺餘力地把行李推上去 曼 questo啊 因為不是你的 但是 但是很快又來一堆時間跌下來 有些行李還會窄到別人 真是麻煩了 一位人士就問 究竟我的行李箱在哪呢? 更加多的 如果你的行李箱不是真的 有些是穿了一個洞 萬成四個小時 真的等到花兒也借了 不過這些機場大混亂新聞 我想還有一段時間 因為假期越來越近很多人都要離開 希望他們快點去處理好 應該是不行的 因為短期內要招聘那麼多 這些也不是容易的 因為有些是海關人員 你說那些安檢人員可能是可以的 但是他也是要訓練的 因為這些都是很專業的東西 最糟糕的是 有些人的證件 都沒有出事 就過了安檢 所謂的安檢是形同虛設的 我們看到 真的很恐怖 有些人 沒有接受檢查就這樣走上去 更加多人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 叫市長來見我 萬成市長來見我 我覺得他們又不敢 大馬Sir 他們一見到西人就 害怕 怎麼敢呢 對自己人很害怕 讓你叫到約翰遜來就算 那也沒用 叫他去檢查嗎 浪費了 其實萬成 他加了400人 但是真的不夠 你想想 希斯路機場要12000人 是新上綱的12000人 萬成是小很多的機場 但是你400人怎麼可以搞得到 你想想 400人不是一起工作的 你要輪班 他又不是鐵人 尤其是你搬行李那些很累 雖然你駕駛車 但是你總要搬搬搬搬搬 當然 工作人員 是 很辛苦 而且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只可以這麼說 小心一點 更加多人都打算 如果再這樣下去 不如退款吧 我覺得你這麼辛苦 不如等下一次假期 或者請假坐開 不然你 小朋友又不行 那一刻就麻煩了 你浪費了假期 心有不甘 好像 剛才那位阿先生 幫小朋友請假 可能 有些家長答應過小朋友 他不想食言 又訂了酒店 訂了其他之類的 是的 所以真是 祝他好運吧 祝他好運吧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